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8月22日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两艘巡逻船 再次试图向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登陆舰进行补给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两艘巡逻船在8月21日早上出发 8月22日抵达仙宾礁附近 按照菲律宾方面的说法 现场有多艘中国海警战舰和中国海上民兵渔船对其进行拦截 8月22日上午11点 两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向东离开仁爱礁附近 8月22日 菲律宾军方发布声明称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尽管受到中国海警战舰和中国海上民兵渔船的阻拦和干扰 已经成功完成了对非法坐滩我仁爱礁的破船的再补给行动 菲律宾军方声称 两艘补给舰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巡逻船护送下完成补给任务 同时 菲律宾海军舰艇也在附近待命 同时 中国海警回应称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允许菲方运送食物与水 针对菲未搭载用于大规模加固违规建材的实际 从人道主义出发 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做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 中国海警直接检查了菲律宾补给船 登陵检查确认了菲律宾补给船没有舰材 只有食物和水通常会放行 显然 菲律宾武装部队这么干 背后是有靠山和撑腰的来了 澳大利亚海军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 在菲律宾再度闯岛之前及时抵达了菲律宾 将包括150名美军快速反应部队士兵在内的3000多名士兵送到了菲律宾 在菲律宾闯岛关头 美澳飞直接在巴拉旺展开了军演 巴拉旺岛位于南海与苏陆海之间 距离仍爱礁最近只有200公里 美国的MRFD部队是一支快速反应部队 任务代号为MRFD23 全称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达尔文轮转部队 他们使用MV-22进行快速部署 而澳大利亚海军的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 则作为MRFD23的作战支援点 美澳飞在此演练岛屿突袭 挑衅的意味十分露骨 显然这样一支拥有快速攻击能力的美国两栖作战部队 部署在澳大利亚的两栖登陆舰上 这明显就是要怂恿澳大利亚来代替美国 为菲律宾再次试图闯入仁爱礁提供支持 此外 日本明确了将向菲律宾出售排水量高达2000吨的先进海警船 并且配备了专用的冲撞设备 可谓是用心十分险恶 而中国解放军早已在仁爱礁严阵一带 要知道 美济礁距离仁爱礁仅有32公里 这里不仅停靠着十几艘海警船 而且 中国解放军在美济岛上建立起 包括飞机库 直升机停机坪等在内的综合性军事设施 并且建设了导弹发射基地 部署了红旗9B地对空导弹 和英机12B型反舰导弹和覆盖海陆空一体化的雷达探测设施 只要仁爱礁有任何风吹草动 美济礁都可以提前收到讯息 中国海警船早已在美济礁就位 并且中国还在前往仁爱礁的必经之路仙滨礁这里 部署了海警船 菲律宾的补给船只要一出发进入南海 就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探测范围之内无所遁形 此次中国还罕见出动了300吨的海警21551和21556艇 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万吨级海警船 为什么还要出动300吨的直发艇呢 中国直发艇虽然只有300吨 但是却航速高 抗风浪抗碰撞能力较强 信息系统总成与自动化程度高 在发现可疑目标时 其尾部配备的快速收放系统 能在恶劣海况下快速下放一条 航速达50多节的船载高速艇 形成大船堵快艇追的包围战术 这种300吨直发艇机动性高 非常适合拦截过来窜扰的菲律宾小型船 不仅如此 美济交上两艘导弹艇也已经就位 022导弹艇是一款廉价而高效的武器 22最大排水量才250吨 采用穿浪双体造型设计 由一个主船体和两个V型船体拼接组成 这种设计不仅会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力 而且赋予了022导弹艇极高的速度 022导弹艇的最快航速可达每小时50节 至今仍然是我国海军速度最快的水面作战舰艇 得益于其高机动性 可以快速驱离抵近我国东海南海台海的军舰舰支 022导弹艇的主武器为8枚英机83反舰导弹 在反舰作战方面 022导弹艇并不亚于海军的051驱逐舰和053系列护卫舰 022导弹艇停手部还安装有一门HPJ-13型6管30毫米舰炮 该炮最大射速可达每分3000发 最大有效射程5公里 不但可打击来袭的低空目标 也可以打击海面中小型目标 美气焦已经完成军事化部署 作为含有多波段雷达、反舰导弹、区域防空反导系统 海军航空兵、预警机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的综合作战体系 而且仁爱焦已经实控 即使美军介入 中国解放军要拖走仁爱焦坐滩军舰也易如反掌 外媒有一个有趣的评论 仁爱焦是中国留着用来钓美国人的鱼耳 中国不急于拆除菲律宾在仁爱焦的违章建筑 只需要维持压制保持现状 就可以迫使菲律宾以及背后的美国 不得不长时间维持在该海域的作战能力 以及支援能力 这种对峙毫无疑问是与我有利的 时间越长越好 烈度越高越好 这样能够迫使美国陷入留则虚好国力 走则丧失盟友的两难尴尬局面 而中国则不同 中国依托前几年南海的大自然鬼斧神工 在这场对抗对峙中拥有很大的成本优势 西沙中建岛8月17日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 道路支线的末端开始开挖建筑地基 中建岛的海拔很低 为了防洪 新建筑物只能修建在人工堆住垫高的墩台上 新修的公路的作用是将各个墩台连接起来 同时央视新华社等国内官方媒体 突然提起了曾在此前的南海填海造陆工作中 立下了大功的国产超大型脚西式挖泥船天津号 目前正在广西沿海地区 参加平路运河入海口区域的建设施工 虽然相关报道的重点都放在了 介绍天津号强大的吹田能力 以及这艘专业船只的加入 对于平路运河建设的积极意义 没有一句话明确提起南海 但在天津号早在今年三月 就已从天津出发 南下广西青州港 参与诸多项目工程的情况下 国内官媒现在又展开集中报道 很有可能是一有所指 而结合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来看 官媒集中报道天津号 大概率是与近期中非之间的 仁爱交风波有关 除了菲律宾以及美日澳等域外国家的动作 越南方面的动向也值得警惕 在菲律宾导向美国南海局势紧张后 越南就偷偷展开了南海上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准备强化其在南沙等地非法侵占岛礁上的部署 增强防御能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重启填海造陆的准备工作也不能放松 而在更新锐的国产大型巴尼船天坤号 正在波斯湾海域参与国际项目的情况下 在此前美济礁等南海岛礁的填海造陆工作之中大放异彩 并且就在距离南海不远的广西沿海活动的天津号 无疑就是目前中国可以快速调往南海的最强专业挖泥船 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猜测 官媒近期集中报道天津号 就是明确告诉飞越等南海问题相关国 以及美国等域外势力 中国已经有了对应的预案 随时都可以在某些关键岛礁重启填海造陆工作 一旦南海局势真的需要这些地图编辑器发挥作用的时候 他们再度南下重塑出的南海地缘新格局 能给周边各国带来的震撼 绝对不会比十年前那场大自然的鬼斧神功更小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